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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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非常體育》 卡恩近來的生活 真是挺苦悶的 看到每天的新聞 好像賭母一樣之餘 很多本地的體育賽事 都暫停了 或者是取消了 都挺慘的 不過幸好有些歐巴 歐聯賽事都一天陪著我 否則這些日子都挺難捱的 說悶了,哪有夠悶 每個星期拍檔都是你 我不明白 甚麼… 你戴著口罩說話很久 我聽不到,你說甚麼… 別黏在一起 社交安全距離1.5米,好嗎 1.5米這麼小事 給兩米,你又怎樣 難道你又見不到我嗎 你這個人真的挺囂張的 導演,我要換拍檔 這個人太囂張了 聽不到你說話,導演說 不用想了 說到囂張,你真是見識少了 接下來這位朋友 在囂張界別來說 他敢認第二 從來沒有人敢認第一 2020年世界桌球錦標賽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終於在桌球聖殿客露師寶劇演結束 在飛一般氛圍下 冠軍始終落在奪標熱門的奧蘇利雲手上 他先後擊敗,丁俊輝 衛聯絲 最後在四強遇上三屆世界冠軍 沙比 上方爭持激烈 要到決勝局才能分勝負 當中沙比給了不少難題 這位天才球手 令他發脾氣 那麼大力去救這個士多家 沙比賽後揚言覺得不受尊重 怎樣也好 沙比最後因為在撲紅球方面 有犯錯出現 結果讓奧蘇成功過關 至於另一場四強 同樣要打到決勝局 這個球贏勢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結果淘汰上屆冠軍 卓林浦的嘉蘭韋爾遜 以17比16淘汰密基爾殺入決賽 來到冠軍爭奪戰 奧蘇利雲一度以8比2領先 雖然嘉蘭韋爾遜在第二節追近 去到7比10 但奧蘇的優勢實在太明顯了 這個節更加打出7比1 掏離對手 最後總成績18比8 以44歲之靈第六度 登上世界冠軍補佐 只是差一次追憑七冠王亨特利的紀錄 這點固然厲害 不過他寸爆年輕球手的言行 就真的不敢恭偉了 其實奧蘇利雲 不知道是在這項賽事期間囂張的 在比賽前他已經很囂張 當時英國政府說 打算讓觀眾入場 去收看這項賽事 他就說如果有觀眾入場看 他就考慮退賽 雖然說這項賽事進行了一天之後 英國政府當時就說 因為疫情仍然嚴重 不讓觀眾入場 誰知道去到決賽最後兩天 又開花綠燈又說讓觀眾入場 但也不見奧蘇說退賽 還繼續殺到他決賽 拿完冠軍 的確奧蘇利雲跟英國政府一樣 一直都這麼喜歡彈出彈入 好像之前奧蘇經常說 我掛Q了,不打比賽 結果又是繼續去打 繼續去贏這麼多冠軍 而同樣沒變的 奧蘇也還有他賽後訪問這件事 永遠都是這麼語出驚人 如果你看看他們的年輕人 他們不是太好看 他們是不太好看 但很多人都會做得到 他們都會做得到 他們都會做得到 正確的比賽 他們都會做得到 他們都會做得到 他們都會看 他們都會想說 我都會想說 我都會想說 我都會想得到 把手臂 都會想到 裂出了 我都會想得到 我都會尊重 尊重 我都會成長 我曾經進入12年或十分之十,他很棒,當然要出賢的,我只是不合議 他沒有任何東西他在說,他在說什麼,他在說什麼是噁心 還有其他球員、其他人,我們都是努力的,我們都不可以這麼好 但我們都努力,他在說什麼,他在說什麼,我們都會努力 他在我的比賽中,他在說什麼,一番主要,你永遠不見 Tiger Woods, Federer, Nadal 在其中的朋友說話 是有點失敗 奧蘇的這番賽後言論 馬上就惹來不少批評 好像英國方面的桌球名術員 前世界冠軍杜克迪就馬上說 奧蘇利雲明明上一屆第一圈的賽事 才輸給業餘球手詹斯卡希爾 現在說這種話 他其實是否真的要收一收他的火 其實這次奧蘇可以說是搬一塊石頭 扔到自己的腳上,很燙 但奧蘇仍然有不少支持者力撐他 畢竟現在六度捧起細錦賽冠軍 只差一次可以追平亨特利的紀錄 果然串得起,因為有實力、有牙力 所以大家不如留意他 非常了得的球技好過呢 雖然早派才有馬得利體育會的哥利亞 和韋沙高感染新冠肺炎 再有巴塞隆拿的中堅安迪提宣布確診的消息 但最終仍然冒了歐聯八強的賽事 繼續如期舉行 在四場八強比賽中,戰果最令人意外的 肯定就是巴塞隆拿對拜仁茂利克這場 作為八強分子當中 唯一有贏過歐聯冠軍經驗的兩支球隊對碰 最終竟然上演一場入球鬚兼大屠殺 拜仁憑著湯瑪斯梅拿 還有以借帳身分賭過後備入體的古天奴 每人貢獻兩個入球和一次助攻 以8比2大勝巴塞隆拿 成為歐聯在1992年改名之後 第一支能夠在淘汰賽階段單場 取得八個入球的球隊 而襲身四強的球隊裡面 除了李昂的魯迪加西亞之外 包括拜仁的費力克、來比錫的拿高士文 還有巴黎的杜曹 這幾位教練都是德國人 同樣也是歐聯四強歷史上 首次出現的畫面 這期德國教練固然搶了風頭 但歐聯四強方面 法甲球隊都不輸蝕 有兩支的法甲球隊都佔有 四強的直圍 分別有李昂和巴黎聖的隱瞞 PSG面對著來比錫 至於李昂面對著巴揚奧尼克 活上演兩場法德大戰 對,不過在巴塞大敗後 立即有報道說美斯想離開 但也有球迷覺得 其實這樣只是美斯想 給巴塞的壓力 巴塞的高層快點換過教練 換教練都有很多人選 例如朗路高民或沙圍 但這兩位教授 現在分別有國家隊合約 和球會合約是要履行的 只有另一位教練就說 很空閒,可以隨時找他 哪位就是普折天奴 這位前熱刺和愛斯奔劳的教練 就說可以的 但究竟作為球迷 想不想普折天奴來巴塞好呢 如果他不來,美斯有機會離隊 對,最多人害怕的是甚麼 美斯如果離隊的話 又說其中一個目的地 可能會是巴黎聖日耳門 剛好,斯朗又說想離開祖雲達斯 而其中一個目的地 也是巴黎聖日耳門 大家想不想像得到 如果接下來有一隊球 有齊斯朗、美斯、尼瑪、歐瑪比 在裡面,多恐怖 我的天啊 這個打機已經實現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成真 看得到 我覺得大家可以冷靜一點 當然,對這些夢幻的球隊 就可以先不要抱太大期望 還是專心看來歐聯歐霸的賽事 而歐霸方面 曼聯在四強輸給西維爾 今屆三個杯賽亦在四強止步 不過幸好他們在今屆聯賽 最後一輪的賽事時 鎖定了前四的位置 總算趕得及搭上尾班車 參加接下來的歐聯 NBA總指排位賽已經圓滿結束 東岸方面,無私復賽後 八場輸了七場 令摩Sir提早確保第八位置 至於另一邊箱 細岸就激烈很多 要鬥到最後一輪的比賽 灰熊、托方者、太陽和馬翅 還有機會參與搶白的附加彩 但隨著灰熊和托方者 最後一輪都贏球 馬翅和太陽都只能下季再努力 附加彩又排第八 只需要贏一場的托方者 對著要連贏兩場 排第九的灰熊 最終托方者憑著安東尼 在尾段的關鍵三分球 一戰定江山 幫助球隊踏上龜後賽的尾班車 其實托方者這場球 除了靠著利娜特的好表現之外 另外一位中鋒場人 諾基治也非常厲害 他亦打出了很亮麗的數據 但其實他在這場球之前 已經收到消息 他的祖母是因為演繹而離世 但他依然堅持上陣 而且還出盡全力去打 最終打出了一個雙雙的數據 22分21個籃板 真的非常誇張 對,經歷了一場充滿血淚的賽事 能夠晉升到季後賽 但可能是另一個考驗開始 因為到季後賽 他們在第一圈要面對著 就是西岸一哥的胡人 絕對是不容易打的 另外充滿著考驗 亦有著視這支球隊 兩位新加盟的球員 除了之前很早知道 博登盧惠 因為右手手腕手傷未能上陣之外 說到控衛方面 阿根尼亦為太太為他生了兒子 生了寶寶 所以回去一起陪太太 暫時未知何時能回歸MBA的賽場 所以各位MBA迷真的要留意一下 各支球隊面對很多未知的情況 究竟會打出怎樣的季後賽表現 看了這麼多的外國體壇消息之後 跟大家回歸本地體壇的消息 之前你在一個運動員上戰 看到石仔石偉雄還跟他聊了兩句 不如跟大家看看他的近況吧 細姐,你好,很久不見了 疫情期間是否真的要經常掘一米 或者在家裡做甚麼不同的訓練 去維持狀態 其實教練也有給我一些計劃的程式 所以也會跟著教練的計劃 在家裡做一些體能 這次疫情期間 除了打亂了很多比賽的節奏之外 自己的訓練也有很大改變 可否說一下 現在東京澳雲延期一年 對於你來說 接下來的訓練計劃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的訓練計劃 暫時會留在香港訓練 訓練強度其實也不算很高 因為今年暫時沒有比賽 所以會等到下一年 知道有甚麼比賽的時候 就會開始加高的強度 因為之前也知道你在外地 可能比賽後回來香港 也試過跟新型病毒的確診者同期 又要隔離,又不能訓練 這樣回顧之前的幾個月 那是想法嗎 有疫情之後其實也會想 奧運會否會繼續 還是會延續 其實會想這些問題 直到要回來的時候 其實也有點不開心 因為7月8月奧運是如期舉行的時候 但我要回來 我沒有很集中的訓練 其實也會想 回到香港第二天 其實從新聞知道跟肌肉確診者 其實真的有點膽子 因為不知道他跟我們有多近距離 回來後其實也有自我隔離 直到做完測試是負責 才鬆一口氣 希望石仔繼續訓練、努力 接下來了,比賽也要繼續加油 謝謝 這次的疫情真的影響不少運動員 不過相信大家都可以 像石仔一樣那麼堅強去面對 另外一邊雙日本網球 一哥錦跡龜 也確診染上了新型肺炎 所以不能參加未來的 新生拿提公開賽 而這項賽事被視為美妄的熱身賽 也吸引了很多的前列球手來參加 大家都可以黏著我們Now Sports看直播 除了這場球賽之外 足球界方面 各位球迷都要留意 而接下來星期二、三的深夜 會有兩場歐聯四強比賽 只要到星期五的晚上 除了會有新一季的八甲賽事 八甲蝦箭、馬賽對著聖伊天之外 到深夜也會有歐巴杯的決賽 只要到星期日的深夜 當然就有我最期待的歐聯決賽 有這麼多好球看 大家都記得繼續留意我們的直播賽事 再見 畫面 絲維